大家好,我是彩虞,我又来给大家录这个英雄联盟的视频了,那么,好的,那么,现在跟他们说一下,我打AD的Lulu,好,那么这一次给大家录的就是这个AD的Lulu啊,那么,呃,这个,好吧,这个刚出完AD西风女,然后又出个AD的Lulu啊,那么,可以说是各种非主流,全部全部都来啊,那么,好的,那么,呃, 这个ADLulu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吧,呃,怎么说呢,ADLulu这个,很牛逼的啊,这个,好的,那么,这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安妮也是很风趣的说了一句,她打AD的安妮,然后,然后她说她说笑的,好的,那么,那么,对了,坦克,呃,那个,安妮还有一种打法,就是打坦克啊,那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打坦克的安妮也是非常好, 非常牛逼的啊,那么,好的,现在还是,说回Lulu吧,这个Lulu,我是没有买这个英雄,因为这个礼拜免费了,所以,顺便玩一下,这个,然后,看了看了,打了一局以后,就感觉她的这个技能啊,非常适合打AD方面,这个路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把它定死,为了一个AP或者辅助,这个,这两个位子啊,那么,那么,我想说,这个AD的Lulu也是非常牛叉的啊,那么,好的,现在来看一下,是 双方的阵容,那么,对面是,赛恩,周童,那个,杰拉,然后,EZ,还有猴子,我们这边是,易大师,然后,露鲁,蒙朵,然后,是安妮和皇子,那么,这样的话,两边阵容一对比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 相对而言,脆皮较为多的,对面的话,这个,都是可以,比我们这边肉的啊,那么,而且我们这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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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怎么样,传统的ADC啊,虽然我就是打AD的Lulu,但是还不能,还不能跟EZ这种传统的ADC来这种,这种进行,单点的这种吧,但是,呃,可以单点,就是,等我这个Lulu,装备起来了以后,基本上属于那种全场无敌了,但是,假如前期没有打好的话, 那么就,那么就是,完全,完全不如辅助了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ADLulu的话,是一个比较需要依赖这个装备的一个英雄,这种打法,好的,那么,现在,等我们这边的皇子把兔读完,他这个兔读的速度,实在是有点,有点,有点,淡疼,那么,现在,读了半年,才刚刚50%,好的,那么,现在,看一下吧,我们这边的剑身是带了个传送,那么,应该是偷塔的, 啊,偷塔流的剑身,好的,那么,偷塔流的剑身的话,基本上,基本上,我们这边可以,可以说是,有机会,这神马的翻盘之类的这种情况,好的,那么,最好是,最好是,一,一路压过去啊, 不过我们这边只有一个人在传送,这个支援性并不是非常的强,然后,对面的话,有三个人带来传送,这个, 支援能力的话,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健身偷,对健身偷塔啊,什么的这种也是,也是比较有克制的,好的,那么,好的,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吧, 那么,这边继续等皇子独徒,90%了,这个不容易,好,95,OK,那么,这样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吧,我这个AD路路的话,我是主Q的,主Q,因为这个有个,有个减速并且会有伤害的效果,而且Q, 怎么说呢,这个Q,出门带的是这个多蓝剑啊,这个,好的,然后,走下路吧,那么,说一下吧,这个Q的话,它有个妙用, 一般你把这个点回去,都是两个直动在一点上,对吧,然后这个,呃,那个目标只能受到一条,这个光柱的这个攻击啊, 然后,假如你这样收回来的话,你这样就可以打到,自己控制这个打哪两,哪两个方向啊,那么,这个的话,是非常好用的, 一个技能,你看这个,四周是随便打啊,这个,这个,你看还可以这样,前后一起打,那么,可以说这个,这个Q的话,这个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技能, 我们这边的蒙多是非常寂静的,直接进了对面的,呃,第二个草丛啊,那么,这样的话是,是比较危险的,万一对面有什么来抓啊,什么情况呢,好的,那么,那么, 我现在在这边待着,这个蒙多一几点的是什么,问一下, 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 一几点的, 一点, 对,这个真的有人来了, 好的,那么,这个两个同时减速,那么,蒙多一几点的是,应该是,只要这个,呃,是这个斧头, 那么,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点法,好的,那么,他现在在,这个,这个,这个摸血,呃,这个两个,两面的血都在摸,好的,那么,这样的话, 全军出击, 好的,这个进去点, 好的, 好的,那么,我是, 好的,那么,我是,刚开局就来了一个双杀,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AD,Lulu,这个是非常牛逼的啊,那么, 刚开局就很神奇的拿了一个Double Q,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蒙多是, 牺牲了,但是我们这边是,绝对转的, 因为对面ADC和辅助,呃,换了我们一个辅助, 那个,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敦书配音的那个, 元首的愤怒啊, 那个,就他说什么,呃, 30分钟, 人头数,呃,那个, 1比35,好不容易拿了一个人头, 还是刚开局的时候,我们的ADC和对面的, 和对面的这个, 呃,和和我们的辅助,换掉了对面的辅助啊, 这,这尼玛坑爹啊,好的,那么,这个, 对面两个人过来了,那么,先往后撤一下, 好的,这个先砸一下, 好的,那么,现在先, 静手松,好的,出来继续捕运, 好的, 好的,那么,这个是被晕了, 好的, 这个直接点, 好的,那么, 我是又干掉了,又干掉了一下对面的这个Easy啊, 那么,对面这个Easy一开始就是, 有点崩盘的迹象, 这个让我非常高兴啊,那么, 我觉得先回全出一下装备, 那么,现在身上刚开始就有那么多钱, 那么,也,也,也,这个, 好的,那么,这个, 你想干嘛,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意图, 有没有意图,好的,那么,这个, 有没有意图,那我收完这波兵再回去吧, 那么,这个,三子点个W, 好的, 现在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然后,我们的皇子也是在这边进桶桶, 好的,我们的安妮是把对面这个, 杰拉给干掉了, 好,那么,现在我是, 这个,鞋子,先, 公司鞋的话920, 920的话, 嗯,先拿一双公司鞋吧, 然后,这个, 两飞红药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鹿鹿并不是非常缺蓝的英雄, 好,那么,我们这边, 呃,这边的安妮是被对面的EZ给干掉了, 那么,我现在决定先, 先从这边,这边绕后过去看一下吧, 那么, 这边的蒙朵的话也是压线, 呃,不,我点了B了, 好的,这个提示要往回,往回退, 好的,这个提示要往回退, 因为我刚才看到EZ从这边过来了, 呃,果然不出所所料, 他没有选择包后去打这个蒙朵, 那么,说明这个EZ打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 一开始刚开始我就拿了三个人, 然后,这个非常, 非常的有优势啊, 那么, 比对面的ADC, 这个起来的要快多了, 那么,我现在这个二嫂松里面待一下, 那么,对面, 我们这边的蒙朵还是在, 在摸对面的这个血啊, 那么,现在去捕捕, 好的, 那么,这个EZ他是刚才Q没有Q到我, 那么,可以说他, 可以说这个EZ操作其实不是非常差, 这个只是刚开始的时候被, 被我跟这个蒙朵压得太, 太厉害了, 好的,那么继续, 我管我补兵, 因为对面EZ他这个貌似主点是这个Q, 然后,这个, 这个W的伤害不是非常高, 那么,这个只要挡着隔着兵线打就OK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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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收一个人头, 那么,现在是直接考虑喝掉两罐红药, 因为这个血量不是很健康, 好的, 好,继续补兵, 这个LULU补兵也是非常舒服的, 这个他这个打的, 因为他这个被动嘛, 他的被动是他在普通攻击以后, 我还会多出来那个额外的魔法伤害, 这个魔法伤害会随着你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的, 说说LULU这个英雄的话, 你这个AD他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恶心啊, 那么这个给他射一下, 好的,那么这个要走了, 因为这个不要浪,不要浪, 浪死人的, OK,那么这个, 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蒙多士回家了, 那么我先往后撤一下, 那么这个经验还是好的, 好的, 这个能点就点他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EZ的话, 现在应该也不敢跟我对拼, 然后我比他高了一级, 那么他这边应该会QQ下去, 好的, 那么他没有选择Q我, 那么我现在先在这边待一下, 好的, 他在W打到我了, 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 这个你一直要跟我对拼的话, 我还是要走的, 我去, 啊, 这个吓死人了, 这个好吧, 那么这个刚才是差点浪死在沙山上了, 好的, 那么现在是回城, 好, 现在刚开局我就拿了四个人头啊, 这个非常的舒服, 这个这样的话我回去先, 呃, 考虑再拿一把多蓝把这个补充一下自己的血量上面的不足, 然后这边的话我在这个攻击类, 嗯, 我考虑是出一把这个残暴之力啊, 这个或者是冰锤, 小锤子之类的这种东西,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萌多是在这边, 这边清兵,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剑身和这个皇子啊, 是辅助这个皇子拿掉了这个蓝buff, 然后这个这折总在这边跃跃欲试, 这个不知道他有没有要杀这个这个, 好吧, 这个是真的要杀了, 好的, 那么这边是快跑快跑啊, 这个应该是没有被烧死的, 这个看一下这边, 哎呀, 我去这个这个这个被被猴子一个双杀的猴子, 这个将备的话也是会起来好多, 那么这样的猴子只拿了他们两个人头, 好的, 现在这边继续补兵, 好的, 好的, 这个继续过来, 这边继续补兵, 好的, 这个鹿鹿补兵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啊, 那么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补, 好的, 那么现在这样的话, 我是顺利的在5级的时候就就就就把对面这个下路压的已经已经可以的啊, 那么这个是骂的, 好的, 这个点几下塔吧, 好的, 那么这个往后退, 他这个Q我一下也没有什么效果, 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给我白白点了几下, 然后我们这边蒙哥是直接开大回血了, 好, 我是被抓到了, 好的, 那么这个这个又是不是给我点回去了, 这个对面呢, 这个塞恩, 好, 那么我把这个种先踩掉, 好的, 这个种子可以可以被踩掉的啊, 那么, 哎呀, 我去这个直接冲上直上来打了一下, 好的, 这个打两下就把对面的这个这个菊花给砍掉了, 好的, 那么这刚出来就被我干掉了, 这个那个大菊花, 那么他这个又是被抓到了, 那么没有关系, 这个鞋比较多, 还是比较健康的, 好, 那么对面这个塞恩是直接吃了, 吃了三罐红吧, 两罐红, 那么这样的话, 他是这个药是没有了, 只留下一双裸裸的攻速解压, 那么好的, 这边这个, 这个解压的话也是, 也是也是也是草鞋, 加多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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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速度, 速度好的, 这样的话是比我慢了, 慢多了, 好的, 好的, 那么这个我又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好的, 我们这边的这个是被, 这个这边的我们这边的萌多, 是被对面的杰拉这个这个被动给干掉了, 好的, 那么继续补兵, 好的, 那么这个鹿鹿这个打AD的话, 这个大家看出来是非常好用啊, 这个一开始就是5-0-1啊, 这十分钟都不到, 好的, 那么继续点打, 这点打的时候, 这个鹿鹿的被动是不会激活的, 那么我现在差不多考虑要走了, 那么因为对面这个有人来嘛, 这个我顺便回家拿下这个残暴, 残暴也是出来了,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一开始打的还是非常的顺啊, 那么那么残暴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 还有400块钱, 400块钱的话, 我拿一个监合药剂吧, 这个监合药剂, 然后消耗饼的话, 拿两个红药, 好的, 那么过来, 我们这边的萌多是, 已经到线上了, 那么, 我跟这个萌多配合还是不错的, 这个萌多也没有怎么样, 想着抢人头, 留技能之类的, 因为有的人啊, 比如有的时候我啊, 那么也会特地在团的时候, 这个小团的时候会留着纸的, 然后准备抢人头, 是不是, 大家会都会有冲击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这萌多的话, 也是非常不错, 就采种子啊, 采种子啊, 这个好的, 那么我采吧, 好的, 这采种, 采种子的话, 这个最后还是比较有客气的, 你要不要来, 要不要来, 这个有没有意图, 好的, 那么没有意图的话, 我继续回去补兵吧, 好的, 那么这个路主好, 再采掉, 那么这个种子出来了, 好的, 那么继续过来补兵, 好的, 那么我是被晕了, 那么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 再给他Q他一下, 这个给他个W, 好的, 那么我又是拿了一个人头,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已经, 已经打得非常不错了, 这种被,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会会一下, 清晰药要基本上就直接会掉吧, 那么,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这攻击十分的高啊, 这个有没有意图, 好的, 那么我帮助萌多拿掉了, 对面这个杰拉的人头, 那么这样的话, 也算还他一个人群吧, 这个一直被他助攻啊, 他现在都已经有六个助攻了,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给他来一下, 好的,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个AD路就是牛逼啊, 这已经6-0-1的这个战绩了, 那么, 好的, 现在继续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对面的下路的塔应该是掉了, 好的, 那么, 小兵摧毁了, 对面的防御塔, 那么我这边的话, 这边下塔, 下路暂时不用看, 那么现在上路的话是有危险, 那么, 那么暂时这个坚信也是看得住, 那么现在先去中路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吧, 这个, 这个安妮是有晕的, 那么, 这个有没有遗图, 好的, 那么这个还是被, 好的, 这个我直接开, 开着大就直接上去了啊, 那么这个, 很霸气的, 这又收掉了这边这个人头, 那么这个大招的效果是过去了, 然后这边F4我暂时先不收, 那么这样的话是, 先不着急, 然后这个安妮是直接去帮上路, 然后这个, 这个蒙多也是过去了, 这个, 说明蒙多这个想法跟我一样, 就下路暂时先不用看, 因为对面也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推塔非常强力的英雄, 那么这样的话下路先暂时不用看, 那么中路我先点几下塔再说, 那么, 假如对面中塔掉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 就可以说我们已经赢了, 那么, 因为强行掉中塔的话, 这个是非常非常吃亏的, 那么到后面打的时候, 是非常不舒服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这边的蒙多也是终结了对面猴子的连, 连, 连下啊, 那么好的, 我继续在这边拼命的清兵, 好的, 那么继续过来, 这边可以退退退退一下了, 这个, 差不多可以退掉了, 那么这个, 这个Easy过来了, 那么我就先, 先跑一下,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是直接交闪线, 这个要不然是跑不掉了, 那么, 这样的话也并不会, 那么他一个大开过来, 是因为是小兵帮我叠掉了, 那个叠掉了他好多伤害, 那么Easy是也许要考虑要绕后, 然后来干掉我, 那么我先给自己, 给自己开个W吧, 这样可以直接跑回家了, 那么, 这样的话开个W的话, 我移动速度是已经483了, 这基本上无人能追啊, 这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现在身上有1650块钱, 那么正好可以考虑出, 拿一把大剑啊, 那么, 那么好的, 那么就直接, 直接出大剑吧, 这个, 这个因为路路并不是非常依赖这攻速啊, 那么, 你只要有伤害就OK了, 那么这样的话, 好的, 继续过来, 这边安妮也是把对面这个, 有晕的话, 对面的这个Easy应该是挂了, 这个刚好转到晕, 这个安妮估计也没有想到, 要和Easy这个硬碰硬吧,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看一下这边,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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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过来, 那么这样的话, 对面是中路是这个猴子和这个和这个和这个赛人在这边在这边带现, 这个那么我们这边的安妮是直接晕了一下对面的, 我们这边的这个, 这个对面提拉是直接晕一下, 我们这边按你, 然后就就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呃, 对这就是负一负一啊, 那么负W的话也是可以的, 假如你非常逆风的话, 你这个要靠W来来习马的, 这个这个什么的, 好的, 那么这个是多减速一下, 那么这个这个对面的猴子也是非常的残, 那么我给套个W, 然后, 哎, 我去, 这猴子有没有意图 有没有意图 好的 那么我是把这边的猴子给干掉 好的 那么这个它是太大的 好的 那么我是又干掉一个啊 那么现在是 哎呀我去 好 这是给我套个盾 然后直接跑了 直接跑路 然后这样的话是灰尘吧 这个 这个看一下这边 这个塔杆怎么感觉那么危险的呢 好的 这个 这个再补掉一个兵可以考虑回家了 那么这个中文的话也是过来吧 人们 呃 这个亲爱的队友们 那么我现在是8-0-1的这个战绩啊 这非常的非常的神奇 好的 那么我直接拿把银血吧 那么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的安妮说我成 她成辅助了 那么我成 A.D.C.了 哈哈 好的 那么这个给他一个回复 好的 那么居然看一下这边 呃 这样的话我们现在要健身2-2-0 然后蒙多3-2-6 然后这边安妮6-4-4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这边黄子的话是打的不是非常好 那么0-3-2也是 还是 还行吧 这个也不能做不好 好的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边安妮是有晕了 这个有 对这个EZ有没有意思 有没有意思 好的 这个EZ好像是回去了 那么这个安妮也是没有上 假如是我的话 也许会考虑直接闪现一个 然后直接一个Cube上去 直接把它晕住 然后那么他的这个EZ的话 应该就是就就就挂掉了 好的 好的 那么现在给自己掏个E吧 这个 好 那么健身是 呃 不是健身 这个EZ是直接开了个E 那个直接跑掉了 那么安妮也是这个 把也是把对门这个烧死了 那么这个酒桶一个 一个酒桶扔过来 那么也是没有炸到我 好的 那么现在继续过来 这边点塔 好的 那么对面这两个人的话 也就有一个强控 然后这样的话 好的 那么就直接开炸 把我们这个炸走了 那么我有点不解的 不愿想说 兄弟 你什么情况 你还要帮我们这边 真的 真的是辛苦你了 好的 这个 呃 这个杀开来吧 呃 这次好像有一发打出 打出方向 好的 那么没关系 继续过来清兵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补兵的话 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高傲 这个 95 呃 这个剑圣的话 现在是不用说 他这个剑圣补兵的话 这个能力很强的 那么这样的话 别的人的话 应该是都连我一半都没有到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对面这个猴子和酒桶是在这边 是在这边清我们的兵线 好的 那么下路也是皇子在这边 在这边带线啊 那么 你们帅气 那么这样的话 剑圣是把对面上路的他也给干掉了 那么好的 帅气霸气牛逼 好的 那么先继续过来清兵吧 好的 这个收一下 收一下冰钱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这个银血也是出来 那么我决定回去拿一下银血 这个不在这边乱晃了 那么直接回来出装备 出完装备再来搞你们 好的 这个再来搞你们的小菊花 那么OK 好的 那么银血是成功的出来了 然后这边是 好的 这边开个W 直接直接冲到战场上去 OK 那么这样的话 好的 我们这边爱妮的话也是出完人 出完这个法权艺 然后然后两个多兰 然后是准备直接出帽子了 这些比较正统的一个出装速度 那个顺序 好的 那么这边爱妮的话 这边是继续他网队 那么对面这个下路的话 传过来有三个人 那么我就先去下路帮忙看一下 那么 这样的话 OK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上路这边的话也是可以啊 那么1到2 那么这边的话是继续 哦 这边剑身也过来了 好的 我们的爱妮一个人看打看不住 那么我也过来帮忙 那么这边的酒桶是在这边 那我直接把这个这个种子踩爆掉 好的 那么给自己套个罩子 然后这边给他 给他来个盾 好的 那么爱妮也是直接把对面的这个给给给干掉了 那么我先去下路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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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下路� 我先去下路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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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下 直接是出冰锤啊 我就来考虑出一把冰锤 让自己少温柔一点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的门都是开这个大 然后直接直接冲啊 这一路狂飙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被斯坦定住了 那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太大的损伤 那么这边的话 九筒也是在这边的退塔 那么我们的安妮是及时的赶了过去 这个没有云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是把九筒直接给吓走了 那么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看这边啊 那么我们的 那么我这好像是声音是有点响的 这个 这个不知道大家前面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我 我这神奇的结束啊 那么好的 先确认一下 好的 那么声音先开心点 那么 好的 这样的话过来 那么这边这个安妮提示 提示我们来拿这边的小龙啊 那么看下这边小龙还在不在 呃 这个小龙还在 那么这个安妮什么什么情况 好的 那么这边我是把小龙拉出来 好的 那么然后安妮过来打 然后这边我一个 具有各种技能啊 这个给自己抛个盾上去 好的 那么这个减小 这个损损伤 好的 这是应该按你拉的 因为我是毕竟是主要输出嘛 那么好的 这边的话 收了小龙以后 这边杰拉是在这边诱惑我们 那么杰拉现在出装的话 他应该是打算出这个冰杖 那么冰杖的话 他还是缺好多东西啊 那么 那么这个 有没有兴趣 这个打杰拉 好的 这个直接一个Q过去 好的 这个是什么情况 兄弟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又又又莫名其妙把对面的这个杰拉给干掉了 那么我现在是直接往后撤 因为万一大敌之身伤害 直接我干掉的话 这样是非常怂逼的一点事情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是可以 我是走了 那这样的话 中路的冰权是被对面推了过来 但是并不要紧 好的 那么我现在是卖掉一把多兰 直接是直接是把这换成这个小锤子 好 小锤子出完以后可以出门了 然后出门以后 这边我考虑去中路清一下冰线 那么好的 这样的话 我先整理一下这边装备 先把这个往后拉 然后这个饮水过来 由大街到小店的这个东西看起来比较舒服嘛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现在我们这边人数数是24比14啊 那么我现在是9-0-2的这个战绩 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个这个AD路路实在是非常的牛逼 这个牛逼到了一定境界 这个牛逼到了爆掉的境界 好的 那么这边我们现在也是在也是在清兵线 那么他这个现在是多少多少时间 好 刚刚22分钟 那么我这出门速度应该算是比较快的 我们这边健身的话 刚刚红叉一把失业过全杖 好的 那么 继续过来吧 那么我现在考虑先收一下这边的F4啊 那么这边一个Q过去 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 这个AD路路的话 这个这个轻小兵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迅速啊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反正我是感觉到了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继续过来带兵线 我们的健身也是 也是瞎了对面的这个杰拉啊 那么对面的杰拉也是很苦逼的 就看他的什么战绩 怎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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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感觉 好的 那么对面这个杰拉是1-10-0 这个战绩1-10-1的这个战绩啊 这这你马笑死我了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哎 我好像刚才屏幕卡了一下 那么对面的猴子也过来 那么我决定先往后撤一下 好的 那么哎 这个这个萌多好像过来有有什么意图啊 这个 好的 那么我是过来 那么对面的这个Easy是是在出这个三项啊 那么 也是比较正规的这个出装方式 好的 我们这个萌多是在不停的消耗对面的一个这个Easy的血量啊 那么对面这个是直接过来了 那么 这个我给我给自己套个E 然后一个W直接走啊 就直接闪现啊 这你马这个这个该卖的时候就必须卖啊 这 好的 这个Easy一个大开过来 这个不要吓得我妈的屁股尿流了啊 好的 那么但是没有把我干掉 这个绝对帅气啊 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是 这边又开始打传了 因为我就想要鸡迷 然后我就不过去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猴子应该是挂掉了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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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酒桶是这个 勉勉全全跑掉了 这个 我们的萌多还是有有打下的Eep 那么好的 对面的这个酒桶应该是跟我们这边的换掉了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想要三百多块钱 那么我先留着 这个 这来出大冰区的话 要我是打算出个救生腰带啊 那么因为让自己比较肉一点 然后这输出已经够了 245的攻击力 那么有银血在的话 这个银血的话 已经是养到了快快养的超过一半了啊 这个 好的 我们这边的安妮是配合他的 配合着他的小熊 然后把我们把对面的中路的二塔给推掉了 好的 那么这个 现在总感觉这屏幕有点卡 这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大家假如看起来会卡的话 这个 这个多多包涵啊 好的 我们这边的 好的 这个EZ在这边 你不要勾引我嘛 这一看你就非常的有欲望 好的 那么我考虑说呀 这边的F4 好的 这个争取一下子全部打到 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 这边继续收 收钱 好的 安妮是收掉了最大的一只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边的红buff的话 我现在是并不着急 好的 直接给自己套个这边 好的 这边有没有一组 好的 这个直接给自己开个大 这边 诶 我去 这个你卖我 这个你敢卖我 这个你敢卖我 你卖我 我也卖你 我去 这个互相卖啊 这个 好 那么这个血量有点低迷了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这边又开始打了 那么我决定过去蹭下 这边看有没有可以可以拿的人头 这个直接开个W追上去 开个E上去 好 那么级统也是直接直接是开开 开技能直接跑掉 好的 那么这个Q是没有砸到他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 哦 好的 这个帅气 哎呀 我去 这是直接被他反瞎了一下 这个酒桶直接是很牛逼的 这个扔了一个大过来 那么好的 那么这个 这样的话 我是死了 终于死了 那么现在9-1-3的这个战绩 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边呢 这个我先出一把贪婪之刃吧 这个虽然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来出 直接出幽闷吧 好的 那么我们这边 刚才我卖了这个 我们这边的安妮啊 这个安妮也是笑了笑了一下 说你也被终结了 这好吧 我是真的被终结了 那么这安妮也是被终结了 12-5-7 这个也是比较暴力的 对安妮啊 那么现在他已经是帽子 然后是远古移植都出来了 那么他现在是不知道出什么 然后是又出了一个小棒子 那么假如是我的话 我会考虑出一下对面这个 因为对面这个 呃 物理输出啊 蛇马的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 呃 法力输出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会考虑出一下那个 深渊权杖 呃 然后这边的话 安妮也是在这边 一个人单手F4 那么这边 安妮的话 法权也是高达了397 那么我这个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人都是直接领先10个啊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 对面 啊不 对面这边的话 这个后期英雄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再突然下去的话是比较危险 那么 那么我先考虑这个 然后跟他们说一下团一下吧 这个 好 那么今天是偷塔去了 然后这个 是跟对面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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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杠上了啊 那么 好的 继续过来 这边清兵 这个 安妮 呃 不 露露这个清兵速度 大家也是 也是 也是 看到了 这非常的牛逼啊 好的 一个普攻 直接收掉兵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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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想象出那个蛮子在 这 这个级别的时候 这种素装的时候 可以达到的这种效果啊 就是蛮子的话 就是一刀砰上去 直接砸了 砸了小兵的脑门上去 把它砍掉 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 那么 这边的Easy的话 是有没有想法 哎呦 我想法也不让你搞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是 分开点 这个 继续过来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是 继续收掉了点钱 然后 这边的话 安妮 是跟对面的杰拉给搞下来了 那么 这个 我是 直接开过去 好的 这样的话 我是 这个 安妮 这个 连个助攻都不给我啊 这 你 马 看天啊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对面这个 也是 死了 这个 被动也是 砸完了 好的 好的 这给自己套个E 然后 这个 一个Q 过去 这个兄弟 你什么情况 这你要跟我点 哎呀 对面 我去 这人太多了 这该卖的时候 就必须要卖 好的 那么 我就直接开给自己套了个W 直接跑啊 一路跑啊 一路狂飙啊 我去 好的 那么 这跟安妮说一下 这个人太多了 这个我不得不卖你啊 这 这 我不是 不是存心的啊 那么 我现在 看下 这边 这边的话 幽梦是出来了 哎 它提示我 残余快跑 那么 我是 这边往后退一点吧 这个 他们 难道 这样也想来抓我 这 我去 这 皇子 这个 打野打的 这个 真的是有点艰辛了啊 那么 我出过幽梦 这样的话 自己逃跑的时候 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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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份助力啊 因为 这个 幽梦的话 主动激活的话 会在四秒内 直接提升20%的移动速度 和50%的攻击速度 然后 近战的话 还会 延长 这个 时间啊 那么 好的 那么 60秒的冷决时间 这样的话 也是 我还放了第二个吧 这样的话 待会 点起来 也会 方便点 这个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这个 队友 这边 帽子 也是 跟对面 打了起来 这样的话 就直接 被对面 四个 干掉了 这 卧去 这 这 你妹夫的 这个 这个 不要 单啊 团 对面 团了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健身 这个是 在这边 有什么意图 有什么意图 这个 这个 有什么意图 哦 这是 这个 霸气 我去 哎呀 我靠 这个 这个 健身 砍到他了吗 我去 最后 也 砍到他了啊 真的 砍到他了 这个 这个 帽子 是 是 我的 那是 码的了 来 团 好的 那么 我们 现在 是 考虑 在 中路 团 一下 团 一波 那么 这样的话 我 这个 出 装 坏 是 也是 也是 大家 可以 借鉴 一下 这是 公 速 学 幽 梦 银 雪 小 冰锤 然后 是 这个 一把 多 兰 铅 还 没 卖 掉 好的 那么 这样的话 现在 哎 这 里 在 中路 这 边 这 边 在 这 边 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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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 个 小 互 将 在 跳 舞 啊 这个 卧去 一个 仙女 族的 一个 是 一个 是 这个 黑 暗 族的 这个 好吧 呃 什么 种 族啊 这 看 不 出来啊 这 完全 没有 头 绪啊 这个 没有 人 过 来 吗 这个 我 去 这 只 说 了 团 了 大 哥 好的 这个 小 冰 的 这个 摩抗 帽子 是 负的啊 这个 所以 我 这个 打 起来 也是 飞 上 素 那么 这 面 这 九 总 话 现在 也是 帽子啊 神 马 的 现在 大概 是 再 出 这个 时光 杖 了吧 但是假如是我的话 时光钻会放到前面点出 因为时光钻毕竟是一个偏成长性的武器啊 那么 啊 装备 那么这样的话 越早出 那么越有力 要不然你在你在中期团战的时候 那神马的这个还没养起来这装备 那么你这个装备是起不到它应有的效果了 那么这个 这什么情况我表示 兄弟 这兄弟你敢跟我打 好 就直接给自己开了个大 直接上起来 我去 这 直接开了个大 直接上我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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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么是Easy直接被他干掉了 然后这个我是走位有了点小小的事物 那么这样的话 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 团的是团的不是非常好 现在这个他能带走几个 他能带走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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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亲 我的亲 我的亲 你吃吃吗 给我砍他几刀吧 那么 那么好吧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小兵谁这个 这个救生腰带还是没出来啊 那么我觉得你直接是 考虑把这个多栏卖掉 然后去直接出救生腰带 那么 这样的话 我这生死能力就强 强了很多很多啊 好的 那么 好的 这边的话 我是黑白瓶啊 黑白瓶看着非常不爽啊 这9-2-4的这战机 杀了9位以后怎么就连死了两次呢 卧槽 那么这边的话 EZ也是残血勾引着我们这个 这个黑暗之女 安妮亚的嘛 那么 这安妮也是 疯疯疯癫癫上去 没想到对面这边是有一个人 带在这边怂啊 这个安妮 然后是直接是 直接是那神马的 超级神奇的逃脱了 好的 那么我给自己套个W 尽管过去支援支援 支援这个安妮 那么对面这个猴子应该是被我们的剑神一刀砍死 好的 这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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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有有有没有种效果有没有种效果就是时间小会长了一点啊好吧那么继续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对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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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路的这个冰线是被对面直接完全完全全地压了过来我看个W直接上啊直接是冲过去 这个能快走快啊这个不要让塔受到多余的伤害那么这边先先砸两发过去这边万一有人的话可以显示出来这个还是会有一个视野的功能呢好的那么这边继续过来补兵吧那么 好的 好的 继续过来补兵我去我的天那么这边终于又是什么情况这边又又打下来了吗这跟他们出来团吧这个团 渐渐渐死吧巨头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对面这个EV和杰拉是在当中这个个残血勾引我们那么这样的话我是给自己开个一截上 我去我去我去好的那么我是把对面的这个杰拉干了以后又是 就是被对面的这个ADC干掉啊这个那么对面这个好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一波团我们还是不亏的啊那么也是非常好对我觉得我死非常值得啊因为假如我一直一直活的的话就不断超线也 对面一直要投吗这打下也没有意思这个视频看的也不好看对吧那么好的那么这边的话这个王子提示我们队友去去拿这个小龙 这个我去我们死我死的时候嘛你们去拿小龙了好吧那么 这个这个好的我想抢了一个小龙呢我去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冰水是被队友砸出来了好帅气那么接下来这个跟他说一下吧我现在是这个幽梦银血我这个大冰水都出来的话接下来我考虑出这个无尽或者啊不对这个红叉 那个红叉我主要不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攻击速度而是增加自己的移动速度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团的时候实在是非常的非常怂啊这这俩非常的怂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边的安妮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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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把对面这个这个这个谁这个这个赛恩干掉了那么这边的话猴子我也是看到在这边了变猴子然后这边九筒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这个健身也是不要过去不要过去啊不要过去啊不要过去 这边有人啊兄弟啊兄弟我去给给自己套个W直接冲啊直接冲冲啊那么我们这边的上台是被对面这个猴子给给给给直接顶塔干砍掉了那么因为血非常的低好的那么这样的话中这边是直接顶到高地了那么这样一波冰呃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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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线有有冰线的话一波冰直接退过去好了给你来个罩子这个打野的时候不要过多的消耗自己的血量啊那么好的好的那么收掉石头人那么这样的话健身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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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也是被对面这个这个呃一个被被猴子一个突进技能其实是干掉了那么 呃这个打下把这个收下这边的冰线 好的 那么将他差不多可以可以走了因为对面这个啊貌似有点有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那么对面这个全是去了中路那么我们这个蒙多也是在被对面的追啊就追得像神马一样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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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去帮助吗这个皇子还回家哦好吧那么他远去的话是一个送人头那么这样的话 这边这个这个蒙多是非常强硬的这个顶了过来啊我去 他直接开了个大然后把我们击飞这个伤害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还是比较头疼的 好的那么这个能打就打几下 这还不是非常了解这个路的技能啊因为这个毕竟只玩了两三盘好两两三盘的样子 这个还不大玩的不大好就大家假如假如假如觉得觉得觉得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可以跟我说 好我去吃吃吃吃你牛逼给你套个大吧哎呦我去 好的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是收一下猴子这个人头那么猜个W直接冲过去然后这个 这个来吧来吧这个直接一个去我去他那他天哪这个胖子冲真快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是考虑这边直接直接清一下冰吧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事实上又有一千多块钱了那么这个黄产应该是出来了哎我去 还是三十多块钱吧 好的那么没有关系这边是清一下冰那么 这个EZ是要勾引我吗这个EZ 好的那么他这个大事没有被我打断掉啊那么我是给Z套了给E然后我是直接考虑直接把对面的这个高地给推掉 这个推掉以后是直接可以回去出很出出出出出那些码的呃这个好的 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也是 一起推一下这个水晶吧那么水晶退掉 好的 这个你给我你给我速度人推呀我去这路好的那么直接开个 开个W给Z套个E直接冲啊这这好看啊这个貌似这路路技能都是蛮华丽的啊那么 现在啊现在啊现在啊是蛮实用的那么现在先回程吧这次上又有将近两千块钱的钱了那么这个是装装备起来的非常快那么12-3-6这个战绩好那么黄杀出来以后再出版出版这个这个短戒吧好的 那么这样的话离这个红叉的话还是差了差了将近900块钱那么也是不着急这个待会拿拿几个人头就钱就来了好的那么这样的话走 好这个移动速度也是稍微提升了一下这个这样的话下路也是冰线被拉了过来我们这边下塔是第二个塔还是还剩一半的血那么那么先不着急这边的话中路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意图这个 这边的话其实对我去看一下吧最后有个人去看一下那么我现在先过来收兵我这个我需要钱啊这这这这哥们缺钱这冲的要要要要要要要死掉了好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对面的猴子是在这边 那么猴子是直接开了个这个真假封身然后直接跑掉了啊那么 这样的话他们是想要干嘛有有有有什么想法吗这个有想法的话这个我这个我乐意奉陪啊好的我去 哎给你给来个罩子我去罩子罩子好这个彻底击飞好这个给他特了个大然后是把他们那个击飞掉那么我们这边的肉的话我是给他特了个大这个蒙朵这个蒙朵好看吧这个这个放大以后这个这个蒙朵的这个这个皮肤越来帅气了有没有有没有觉得 好的那么我是帮助安妮再拿到了一个人头那么他这个看下他未往谁射好的那么他果然是射了我们的安妮啊这个我去给你来个罩子吧这个 这看你看的纠结了我好的这个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么在这边已经已经把对面推到了高地上面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好那么我们这边的安妮啊这个直接逼拨对面的猴子扔出了这个这个这个什么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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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的呀我去这伤害真高啊 好那么现在先往回走一下吧这个先不着急退这个就反正已经先圈在握了我先去打点钱吧把这红叉给出出来让自己的装备稍微好看点 好的那么这些人也是像在逃命一样的往后跑那么是有人追吗 猫子没人追啊这给我哎呀我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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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不厚道了这只只留个小兵这是算什么情况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这个我要了好的五十六块钱那么离这个红叉的话还是差了差了五十块钱那么五十块钱的话我去打个蓝buff蓝buff打完以后我就学差不多就被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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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搞掉了好的 这个这个小龙应该是不在了哎我去这还在吗那么我就我就一起一起打下这个小龙吧 这个给他给他套个盾好的 这个现在是很苦逼的收了一个小龙这个小龙是我的帅气我说我的就我的好的这个就提示我们去了大龙那么我先暂时不去拿红叉好的拿红叉好的拿红叉好的 好的那么这样的话红叉出来的话我这装备也算是比起的比较好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好像我这个这个幽梦的这主动好像一直没有用到过吗这个好吧 好这个来个W我去这移动速度506啊这飞的真快这个鹿鹿好的 这个屁股画面还还跟着你跟了一撮跟了一撮举话那么这个有没有打的意图这个没有人带400这这怎么打这个万一对面插了眼这不是要被抢掉了吗这个一直一个大肥过来什么什么情况的好的那么开打吧那么现在是开的打给先生哎我给谁了这个要不 好我给先生套了个罩子好的那么这个哎哎这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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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帅帅帅啊这个打大龙速度非常快啊那么那么牛逼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有了有了大龙buff这个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帅气了那么 所以刚才有没有撮到蓝buff啊这不知道还在吗好像不在了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是收收收收收一波野怪三郎好的那么这样的话是来中路清兵那么这样的话我这个非常非常牛逼啊那么现在是 好的这样的话这样一应该一波流了那么一波流因为我两个超脚兵在这这这个肉盾绝对够啊就给他套个套个套个护盾吧这个好的好的哎呀我去你敢打我 跟你没玩我管我点塔哎这哎这这这这这你马什么情况 这这敢追我啊这这这这绝对是脑子被驴踢过了我去我去你们什么什么心心态就看到看到看到小女生就追啊我去 啊其实我是打得过他的了但是但是有点不想跟他打的样子好的那么对我应该是把对面的老家干点弄我现在在这边很娱乐的 说了一波兵啊我去哎我靠这ezy还到现在还要抢我这这三郎啊啊不不这s啊我去那么对面老家是没有了我现在身上还有将近900多块钱的这个就看到看着吧啊3 我去我去还没数完就你就他你就老家没了好吧那么我现在在家里为您为您为您带来 aggie露露的视频解说那么这一次视频就先这样吧那么 那么先出来看一下这个战绩吧好的那么这样的话现在是12-3-7的这个战绩然后是这出装的话大家也自己看一下吧 我们这边安妮是实在是非常的亮啊那么23-7-11这个这个还有还有还有朋友这个用盒子来占我一下这好吧那么这次视频就先做到这边吧谢谢大家观看再见